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新闻过口秀 廖宇 少年夏 各位观众 我是从小到大 就算是到现在 都没掌握过 财政大权的王浩 小时候压岁前 被我妈收走 结婚后工资卡 被媳妇无情地收走 我太难了 心疼浩哥两秒钟 大伙好 我是从小就很独立 压岁前家长 都不密下的新月 但是密这个词 我估计南方的小伙伴 不太懂 东北话就是 藏着掖着的意思 对 这不得不说 新月的爸妈 真是好样的 孩子的压岁前 大人怎么能老惦记呢 大家好 我是十八岁之前的 充分实现 压岁前自由的义凡 说到孩子的压岁前 是不是各位家长 最近都惦记着呢 近日广东广州一位爸爸 为了顺走孩子的压岁前 可是绞尽脑汁啊 我放两张 然后你放两张 你给我三张 恭喜我把茶 谢谢妈妈 给我三张 这实在又是你的了 爸爸 我真的太爱你了 我给你放两张 然后你放两张 你拿三张给我 看看 从真心喜悦 到莫名的忧伤 这个可爱的受害者 真是让人心疼 这爸爸的神操作呢 别说小朋友啊 我都分析了半天才明白 看起来呢 是爸爸得三张 宝贝得四张 但实际上这四张啊 只有两张是爸爸给的 里外里呢 亏一张 这一打儿 爸爸是一张一张的骗 也这好耐力啊 孩子呀 叔叔告诉你 你现在需要的 不是算这个压岁钱 而是赶紧把反诈APP安排上 不知道这段视频 是不是有各位小时候的影子呢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咱就来说说关于压岁钱的故事 你的压岁钱都去哪了 互动方式呢 就在屏幕下方 我在手机这一顿 等你来 我就在想啊 如果这小朋友是给这个警察叔叔 打电话的话 会不会管啊 这个 好了说听一下 咱们继续为冬奥喝彩 说昨天呢 冬奥赛场上的顶流 绝对非古爱玲莫属啊 确实啊 这是古爱玲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也是中国运动员 第一次参加冬奥会 大跳台的比赛 更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有女子运动员 完成1620的动作 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 中国队夺得的第一枚金牌 它让奖牌榜上的中国队 暂时升至了第一位 古爱玲用个人的第一换来了接连几个属于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 古爱玲夺冠之后呢 朋友圈和微博是瞬间刷屏了 昨天下午 新浪微博一瓶50个热搜为古爱玲独占了26个 让网友不得不感慨啊 说这真是定流啊 就连体育总局东运中心呢 也为古爱玲专程发来了贺信 是啊 要说整场比赛当中最燃最炸的 无疑就是古爱玲的书写历史 令自己都难以置信的第三轮动作 1620腾空之后 她在空中转体四圈半了 她不仅是 拿到了这么高的分数 拿到了第一名 赢了冬奥会 今天是我人生最高兴的一天 最高兴的一名 古爱玲最后一跳 秀出令人难以置信的1620度 1620度又意味着什么 空中大跳台又有多难呢 世界一线的大跳台比赛里面 女子选手空中旋转度数 基本上是从720度开始 然后到900度 1080度 1260度 1440度 共五个维度 前三个维度 选手们基本都能做到 但从1260度到1440度 全世界女子选手走了将近9年 2012年10月 德国16岁天才少女 里萨·奇莫尔曼 在训练中完成女子选手 在双板滑雪历史上 第一个正滑左转两周 偏轴转体1260度 正式开启了 女子双板滑雪 二和三周半的时代 2020年11月 瑞士选手马蒂尔德·格雷默 在比赛中完成了道滑两周 偏轴转体1440度 同时打破历史 2021年12月 谷爱玲又完成了一个正滑两周 偏轴转体1440度 再次创造历史 将近9年时间才跨出这一步 为什么大跳台如此之难 实际上不仅仅是大跳台 整个自由式滑雪项目都不容易 自由式滑雪属于高危高强度的比赛项目 技术含量非常高 不确定因素过多 可以说自由式滑雪从起点开始就不能出现失误 太牛了 我昨天自己刷谷爱玲的视频刷到半夜 有实力又自信爱向的谷爱玲 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姑娘了 人家三岁开始学习滑雪 很快便展现出了天赋 八岁那一年加入到了专业滑雪队 再加入专业滑雪队的第二年 九岁的谷爱玲便获得了全美少年组滑雪冠军 十四岁就收获了九个全美冠军 十三岁 谷爱玲呢开始备战北京冬奥会 初战北京冬奥会 用中文和大家伙打招呼 是她早早的就给自己定下的目标 2019年 十五岁的谷爱玲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将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 至此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玲正式报道了 在妈妈的帮助之下 练习大跳台 三个星期之后成功的完成动作 虽然一直被称为天才少女 但是谷爱玲说 没有天才这回事 我相信天赋只占0.1%以下 她说滑雪训练非常累 自己的弱项大跳台比赛 也是一点一点练出来的 自去年12月 赛季首秀以来 她在36天时间里边 斩获了六个冠军 天才少女 滑雪明星 美女学霸 除此之外 这姑娘在钢琴 芭蕾 音乐剧等文艺项目方面 也是毫不逊色 同时她还是国际经纪公司 IMG的签约模特 更可怕的是 她的学习成绩 让我羡慕嫉妒恨到 无一眼表 去年人家提前一年 从号称旧金山 人大附中的高中毕业了 是该校历史上 第一位提前毕业的学生 你看看 并且在SAT的考试里 直笔满分第二十分的成绩 被斯坦福大学录取 你看看 难怪网友们都直问 上帝到底给她关上了哪扇窗 在人气一飞冲天的同时 古艾玲也成为了 最具商业价值的体育明星 据不完全统计 她约有24家的代言 品牌代言费高达千万 吸金高达九位数 虽然外界的一美之词 令人炫目 但是在古艾玲看来 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 全身心的投入的 做好每一件事 接下来古艾玲将会继续参加 自由式滑雪女子 扑面障碍技巧 U型场地技巧两项比赛 咱们也期待古艾玲能够继续创造历史 除了新近顶流古艾玲 那么昨天冬奥赛场上的 资深顶流日本名将 宇生杰弦 终于亮相了 在昨天举行的花样滑冰 男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比赛当中 伴随着狂放与苍玉交织的乐声 宇生杰弦开始向她的三连冠 发起冲击了 赛后谈到第一跳的失误原因的时候 宇生杰弦说是起跳的时候 卡到了一个洞 那可能是其他选手做动作的时候造成的 但是她表示会努力在之后的 自由滑的比赛当中做到更好 最终宇生杰弦以95.15分的 首秀成绩顺利晋级 本次征战北京冬奥 27岁的宇生杰弦呢 除了要像可能是职业生涯 最后一块奥越金牌 发起冲击之外 这位冬奥会顶流的另一个目标 就是挑战阿克塞尔四周跳 也就是咱们常常看到的叫4A 您说到4A呢 其实好多人都有这么个疑问 这个4A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动作 它到底又有多难呢 这个阿克塞尔四周跳呢 又叫做4A 这个呢咱们说了 相较于其他花滑动作的四周跳 阿克塞尔四周跳呢 要比它们多半圈 需要在空中呢 旋转四周半 也就是说呢 选手要在空中旋转1620度 而这个动作的全部发生终止 只是不到一秒钟的时间 他对身体自身的转速 有着不仅是严格 应该说是苛刻的要求 所以呢 也有物理学家曾经质疑过 说这个动作是否真的就可以完成呢 听着就很难是吧 与生结弦曾经有过一个简单的比喻 说这个4A跳啊 就像是一边跳远6米 身体呢 一边在空中转体四周半 在赛前的训练当中 与生结弦也尝试了几次 自己心心念念的4A 但是都没有成功 不过昨天在后采访当中 他仍然表示 会在比赛当中挑战这个动作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这就是勇于不断地挑战极限 将奥运精神刻入骨髓的 顶级奥运选手 是啊 另外呢 昨天五国选手金柏阳第五位出场 配合着 卧虎藏龙的音乐潇洒飘逸 完成三个难度跳跃 最终总分是90.98分 排名第11位 锁定男单自由滑资格 昨天的花滑 男单短节目呢 真可以说是神仙打架了 短短十分钟之内啊 国际华联 本赛季男单短节目最高分 三次被刷新 该项目的世界纪录 两次被打破 接下来 男单自由滑比赛呢 将于2月10号展开 届时也将决出最后的花圆滑兵男子单人滑的冠军 咱把话说回来啊 这今天的冬奥赛事 那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 将在短道速滑 单板滑雪等项目当中产生六枚金牌 今天晚上最具戏剧性的短道速滑男子1500米的比赛 高手云集啊 已经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男子1000米的比赛当中 赢得金牌的人子 我也将会冲击个人的第三金 这场比赛 今儿晚上咱必须得看 那是 今天呢 这单板滑雪 女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 刘嘉宇 蔡雪童等四位中国选手 将一同向决赛发起冲击 冰湖混双赛事 受冠之后呢 男子冰湖循环赛也将开赛了 中国队首轮将会对阵瑞典队 此外呢开幕式最后一棒火炬手之一 赵嘉文呢 将出战北欧两项赛事 为中国队填补该项目奥运成绩的空白 期待冬奥建人们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啊 继续加油 北京冬奥市捷报频传呀 在之前的2000米短道速滑项目混合团体的接力决赛 还有短道速滑男子1000米A组的决赛当中 屈春宇 任紫薇 李文龙在冬奥赛场上标注辽宁富豪 其实呢在这片赛场之上 还有一位来自辽宁的裁判员 那就是杨辉 他曾经呢是一名专业的滑雪运动员 参加过多次大赛 拿到过全国冠军啊 退役之后呢 他也从未远离过滑雪赛场 我台北京冬奥会报道团队对杨辉进行了专访 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他和冬奥的故事 2000年杨辉结束了运动员生涯 即使离开了运动队 杨辉对高山滑雪的热情依然不解 他取得了国家级裁判证 参加了多次国家级的滑雪赛事裁判工作 每年冬季他都会带上心爱的滑雪装备 在雪场上飞驰 可在享受雪上运动快乐的同时 杨辉心中也有遗憾 我曾参加过亚运会世界杯比赛 唯一是没有参加过奥运会 但是呢我这次参加奥运会呢 是作为咱们中国的NTO 也就是裁判员 我时期里边特别的高兴 也是了了我一份心愿吧 冬奥会的雪场 是运动员眼中最闪耀的舞台 面对国际最高标准的赛道 杨辉也时常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样子 采访时有几个难忘的镜头 在少年时代 杨辉就把梦想托付给冰雪 说滑雪他可以滔滔不绝 可当记者聊起家人 开朗的他也会瞬间被思念淹没 目光里全是愧疚和牵挂 家在远方心在故乡 在采访结束前杨辉又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在我左边的位是李主义老师 曾经是八一队的运动员 曾经也是全国冠军 右边的位是何彦逊老师 来自朝阳一校 他的儿子滑雪非常棒 是咱们辽宁省的冠军 三位辽宁裁判员同框 只是冬奥赛场上一个缩影 在北京冬奥会 还有很多辽宁人在默默奉献 从运动员到裁判员 从教练到志愿者 在他们的心底 都有一个相同的祝愿 我们来自辽宁水扬 冬奥加油 中国加油 本台记者北京报道 互动新主播 冬奥一起说 现在说一句冰敦敦是顶流网红 应该是没人反对吧 无敌可爱的他呢 可以说是俘获了全世界的心 大家为敦吃 为敦忙 未敦嗷儿嗷咙恋的嗓 那么这只冰棠熊猫的魅力就在于 即使不能立刻马上带它回家 但哪怕只是换一换它的名字 都觉得被谋划了 那么用各国语言来说 冰敦敦 雪融融会是什么样的呢 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咱们大家听一听 虽然说发音不同 但是大家对于他们的血都是一样的 最近还有人说 为什么都喊冰敦敦 明明还有雪茸茸 有网友分析 可能是因为雪茸茸的名字 有点难念 大家自己念 自己撇 自己来感受一下 那我们要感受 东美话讲究得是冰堆堆了 是不是 水龙龙 这个意思吗 这可爱就是 我跟你说一看就喜气 这么多 昊哥 你再发一个异形红包 这就更热闹了 好 就是这个热闹有点费钱 这一说到这个红包 这每逢年节的 这个微信发红包的活动 那就是变得火爆起来了 是呀 最开始呢 这个微信红包注重的是李子嘛 现在还注重面子 一款好看的微信红包封面 都不能少啊 可不 这今年春节呢 各大社交媒体啊 都被花样繁多的 红包封面所占据了 与之对应的是 风抢红包封面 也成为了新流行 这微信红包封面呢 也跟着变异 异形红包封面来了 我理解啊 就跟那个QQ换皮肤似的 把皮肤这事研就明白了 整微信上了 你别说有点道理啊 不过呢 连微信自己都没想到 这2022年春节啊 比红包还难抢的 竟然是红包封面啊 有人就说啊 花了一整个下午才抢了 20多个 为了方便用户抢红包封面啊 微信呢 还特意上下了一款名为 红包封面闹钟的小程序 哎呀 有需求 那就有市场啊 微信红包封面的阅读 达到了数十亿 足见大家的热情 这份热情当中也有我啊 有你吗 为了抢红包封面 我真是这辈子 我都没伤过这么多的闹钟 是吗 问题我还没有抢到 你说窝火不窝火 哎 挺好的啊 这高人气之下啊 红包封面呢 就成为了品牌商家的 营销利器了 据了解呢 微信红包封面呢 只对红包封面制作方 收取一元一个的费用 那么对于红包封面 领取者呢 是不收费的 因此各大品牌的红包封面呢 基本上都是限量发布 哎 这个规则 让一些商家从中 发现了灰色商机 是吧 某购物网站显示啊 销量首位的 微信红包封面呢 月销量超过了五万单 红包封面的售价 最高是18.8元 这也就意味着 这家店铺光靠卖 微信红包封面 就可以月入进百万啊 这不仅如此啊 说这类商品链接的 详情页当中 往往会打擦边球 比如呢 有店家在详情页当中呢 写着购买表情包 赠送微信红包封面 本店不出售任何封面 然而呢 展示的却是上百种 红包封面的样式 包括贺岁款 烟花款 精选款 情侣款等等 这不明显是挂着 羊头卖狗肉吗 对啊 而且在购买 这个红包封面的时候 一不小心 还有可能会被骗 可不 这有遍 有这个骗子就谎称啊 说自己呢 有大量的红包封面 序列号出售 定价不贵 花样N多 交易时呢 又会避开平台 说这个序列号啊 是虚拟商品 买家必须得是 先付款之后再发货 等收到钱 骗子呢 就会发去 虚假的序列号 或者干脆 直接把你给拉黑了 不少人被骗了 所以呢 最近微信官方 都发文提醒了 是啊 人家郑主说了 说微信红包封面呢 是微信推出的 供定制方 在定制并购买 微信红包封面之后 无偿向用户 进行发放的 一款创意产品 招重点啊 无偿两个字很重要 定制方不得因为 微信红包封面 而以任何形式 向用户收取任何费用 而针对该等 向用户有偿销售 微信红包封面的行为 微信会进行处理 各位这回听明白了吧 咱们可别信网上了啊 有偿出售什么 这个红包封面广告了啊 要求先转账的 各位您记住了 那都是骗子 对 另外呢 抢红包封面之前呢 大家伙也先想一想 你打算发出多少红包呢 接下来是新闻速读120秒 说2月7号 江苏多地降下大雪 记者在南京拍下了 巧合一幕 雪花附在春节红灯笼上 灯笼瞬间变身 真实版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雪茸茸 南京人有望平实力 实现一家几个雪茸茸 就是这雪茸茸保质期 有点短 温度到零上就自动隐身了 说2月7号 长洲的金潭茅山森林世界 银庄素果 在草坪上 5名景区工作人员 耗时一个下午 河里堆出了一个 约两米高的 北京冬奥会吉祥物 冰敦敦 瑞雪赵丰年 为中国队加油 冰敦敦江苏分敦 请求出战 说2月6号 河南信阳 一车主把大鹅挂在后备箱上 行驶800多公里 带回家 车主考虑到后备箱里 狭窄而且封闭 担心鹅被闷死 于是想出这么个办法 挂了个外挂的座位 给大鹅安排了 目前鹅已经安全 且活着到家 反程的后备箱 越来越硬核了 都有活体延伸了 然而鹅行千里 终有一刀同情了 说近日在湖北黄石 一女子着急返回工作岗位 但是鸡雪风道路难行 女孩父亲用挖机 清雪开路径两公里 为孩子开出了一条路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来救你的不一定是 踩着祥云的至尊宝 也有可能是 开着挖机的老父亲 说近日一只猴子 大雪天闯入 南京城东某个小区 它顺着外墙 爬到了酒楼住户家吃橙子 被住户看到之后 立马开窗离去 临走还顺走一只橙子 目前了解到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 会妥善安置这只美猴王 过年了 这猴子也得换换口味 不吃桃子改吃橙子了 说再来看看人类迷惑行为 近日一游客在云南野生动物园 追逐孔雀 孔雀被抓住之后不停地挣扎 但是一直无法逃脱 最后男子和同伴一人 拔走了一根孔雀毛 动物园工作人员称 孔雀求偶的时候会展开尾翼 羽毛的缺失会给它造成 求偶困扰和不可逆的伤害 不知道这位游客 您把孔雀毛到底是想干啥 试想一下 见女朋友之前 你一倍耗吐顶了 你抑郁不 抢 抢 抢 原价299元 明星同款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起电话 今天只需9毛9 抢到了 抢到了 今天只花9毛9 就能吃上G浩老师配件的 蓝莓叶黄素 太值了 打电话 打电话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9毛9 太划算了 原价299打个电话 不到一块钱 那还涨什么 赶快抢吧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我们都在吃 好消息 好消息 为了庆祝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销量突破80万盒 厂家特拿出 5000盒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回馈新老客户 著名艺术家 句号老师 轻轻推荐的 原价299元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现在不到电话 今天只要9毛9 只要9毛9 数量有限 只限前200名报名成功者 不得重复申领 不得重复申领 赶快抓紧时间申领 抓紧时间 现在 马上 立刻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 报名枪够爆 你还在飞 眼看眼色 眼疲劳 视力模糊 青空眼白内障快要吗 你还在飞看不清路 看爆用老花镜烦恼吗 马上拿起您的手机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立即申领巨号老师推荐的 大品牌 大优惠 大厂家的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9毛9 一个电话 快递给您送到家 依需研究证实 眼部问题的形成 是眼部分叶黄素 大量流失所致 叶黄素 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 油害光线 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 维持眼睛内部的 正常血液供应 福质糖蓝莓叶黄素 每一片都高含量 护眼浓缩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 重重提取高纯度 天然叶黄素 高纯度 耗吸收 每天一片 即使补充眼细胞 缺失的营养 预防眼疾病 增强眼势力 现在打电话 今天只要9毛9 蓝莓叶黄素 今天只要9毛9 你说划算不划算 我一直在吃 对眼睛特别好 以前就是太贵了 一瓶都要耗几百 现在趁着活动 我赶紧抢了两套 能省下好几千块钱呢 以前我看个报纸啥的 那全于重影 你看我现在 日历上这么小的字 我不带老花镜 看得也非常清楚 这次蓝莓叶黄素 9毛9的闺蜜活动 真为我们老百姓 做一件大好事 老眼病折磨我十几年了 多亏有了福祉堂 蓝莓叶黄素 可帮了我大忙了 这次厂家直接做活动 每天才9毛9 我一下子就抢了一年的量 过来眼健康 就选福祉堂蓝莓叶黄素 现在打电话 今天只要9毛9 数量有限 请您抓紧打电话 请您抓紧打电话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通了 用输筋肩摇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肩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金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快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时天下正在直播 我们新闻继续 来关注新冠肺炎 疫情的最新情况 2月8号 零时至24时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 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 73例 包含广西72例 均在百色市 辽宁一例 在葫芦岛市 含两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 确诊病例 均在广西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一例 在黑龙江省 黑河市 我省发现的这一例 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在葫芦岛市 隋中县 为切实有效管控 疫情传播风险 葫芦岛发布 确诊病例的 行程轨迹 其中 1月22号到28号 病例 王某某 一直居住在 隋中 嘉杯 盐乡 窝岭村 1月30号 自驾 从隋中 出发到秦皇岛市 当天返回 之后 王某某在隋中的行程 包括 有亲属家 商店 饭店 药店 超市 干洗店 其中2月5号 还见了网友 2月7号 王某某去 村卫生室输液 后去做了核酸检测 结果为阳性 2月8号 经过葫芦岛市 疾控中心 复合为阳性 详细具体的 形成轨迹 我们在节目当中 就不详细说了 关注疾控部门 公布的消息 上述时间段 相关场所内的人员 要及时向 所在村 社区 所在单位 和疾控中心 报备 配合做好 相关隔离管控措施 另外从即日起 隋中县 辖区内的人员 非必要不出现 葫芦岛市民 尽量不出事 如果说有 极特殊的情况 需要外出的 需要向社区 村和工作单位 报备 并且持24小时之内的 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 方可外出 葫芦岛市 辖区内的 各火车站 客运站等交通厂站 和高速路口 国省干线 省界等 所有交通要道 要加大排查 管控力度 对离湖人员 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要求 我们再来看看 广西百色的疫情 8号临时至24时 广西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72例 其中2例 由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现有本土确诊病例 180例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2例 根据国家卫健委 最新研判 百色的疫情 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 这次疫情 约80%以上的感染者 居住在同一自然村 空间聚集性明显 目前 广西百色市 加大对重点场所的管控 严格控制聚会聚餐 一律停止 大规模人员的聚集活动 百色那坡县 连续开展 三轮圈圆核酸检测 在昨天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 从广西百色 波及到的广西南宁 和广东广州的 外疫病例感染者 在被管控前 活动轨迹多 存在疫情 扩散外疫风险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工作组已经在第一时间 派出工作组 赴到广西 那会同当地建立 扁平化的指挥体系 推动区域 核酸 筛查 还有流调 溯源 风险人群 排查等等 措施落实落地 尽快将疫情控制住 而除了广西百色之外 还有黑龙江黑河的疫情 已经报告发生 7例感染者 感染者被管控前的 活动比较多 存在一定的 传播扩散外疫风险 从2021年11月份 奥密克戎被发现以来 其极强的传播力 迅速地席卷全球 也在国内多地 引起了局部疫情 昨天 杭州市疾控中心的 专家梳理了 2022年1月份 杭州疫情传播链 那其中一对 八旬老夫妻的 中招原因 让人警醒 这一老两口 平时是很少离开小区的 每天最多的活动 就是在楼下的 十桌十凳 与同楼的老人聊天 在聊天的时候 都没有正确的 佩戴口罩 疫情爆发之后 他们所在的小区 确诊了多名病例 两位老人 也先后被确诊为阳性 成为本轮疫情当中 年龄最大的患者 作为变异毒株 奥密克戎的感染力更强 但不聚集 戴口罩 勤洗手 仍然是阻断 病毒传播的 最有效的方式 和接种加强针的情况之下 也要减少聚集 在室内公共场所 公共交通工具等场所 一定要佩戴口罩 好嘞 时间下我们新闻继续 这个春节 银口是大石桥市 伯罗铺镇 牛家屯村的黄瓜 卖上了不错的价钱 村民们都夸 带货书记真给力啊 今天的青春走机层 我们一起走进牛家屯村 去认识村民们口中的 黄瓜书记 看到记者到来 曾经的记者 如今的第一书记 高嘉义 像是见到了家里人 他忙着给我们展示 在这儿的工作生活 第一站是他家 镇政府的宿舍 走进屋 桌上摆满了 各种书籍和工作笔记 他说 乡村的夜晚 大多是安静的 更容易让人沉下心来 在学习中充实自己 开始还挺寂寞 所以我就 看看书啊 学习学习 包括看一些短视频 就想因为我们来农村 是做乡村振兴工作嘛 我得想 结合我们的村里 我得怎么做 所以就沉淀下来了 四个月前来到牛家屯 高嘉义立刻走访 调研摸情况 还真让他给找找好东西了 在我们进村的路上 高书记变身高记者 骄傲地给我们展示 牛家屯村的镇村之宝 牛屯黄瓜 因为我们这个村子 五十多年 就是全部都是 大家就种黄瓜 而且就是他们有这个 种黄瓜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丰富的经验 那包括有什么 科学余据吗 就是后来 检测我们脚架 这一片土壤 它里面富含了 非常丰富的矿物质 像铁元素 铁元素的含量都很高 就种出来的蔬菜 包括黄瓜 它的口感 确实是很不错 这么多年 卖黄瓜 几乎是牛家屯 家家户户的 重要收入来源 但好吃高产的黄瓜 却没让乡亲们的 腰包鼓起来 我们产量像这样 一个百米大棚的话 一年大概是五万斤 产量是挺大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黄瓜的定价权 不在我们农民的手里 你像就是小贩收多少钱 咱们农民就得给他多少钱 说价格压得很低 这是我们现在 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 怎么才能让 辛辛苦苦种出来的黄瓜 卖上好价钱 经过和多家农户 以及村两尾班子的反复研究 高嘉义决定 从扩大知名度 和打开销路入手 利用自己的媒体经验和资源 他在田间地头带起了货 利用新媒体 给牛豚黄瓜圈粉 经过一百多天的打磨 春节前夕 有了属于自己 商标包装的牛豚黄瓜 被高嘉义带到了 辽氏春晚大集上 牛豚黄瓜一亮相 火了 知名度又高了 价格同时也在提高 老百姓呢 也同时能多收益 牛豚黄瓜出了名 高嘉义也被乡亲们 亲切地喊成黄瓜书记 现在他更忙了 也有了更大的目标 未来他想给传统的农村大集 穿上一身新衣 其实我们农民呢 他们不怕苦 不怕累 他们怕的就是 他们种出来的东西 卖不出去 有很多优质的农产品 我想优选一些 好的这个东西 然后帮他们做升级 做品牌 这样的话 也为我们 伯罗普多达 几张农产品的名片 在田间地头 找制服粮机 黄瓜书记 立足本地资源 巧用媒体经验 让农村好货 打上了电商快车 我们祝他的大集改造计划 接上地气 让他的乡村振兴梦 在这一方舞台上 开花结果 互动新主播 学霸我来说 说人家过年拜年 带什么呢 带着吃喝 带着酒 但是湖北 十艳一女子 带着女儿走亲戚家 当见到亲戚家 两位哥哥之后 女儿竟然是拿出了 一张数学试卷 向哥哥来请教 俩哥哥都是学霸 重点大学 看到这个妹妹 这么爱学习 也是非常开心 所以俩人 也都在耐心地 给女孩讲题 此情此景 网友看好之后 纷纷不淡定了 这又是别人家的孩子 画面很美好 其实好的家庭氛围 是孩子成才的基础 年轻人 希望你们虔诚自信 不负青春 好嘞 说那下 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说一个 让人痛心的事 说有五名旅友 自驾前往西藏 刚人波旗 转山不幸被困 两死三伤 其实这场灾难 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当时很多旅友 劝阻他们 说此时并非是 上山良机 注意回避风险 当地警方 和群众也曾劝返 西乡部门 还发布了 暴风雪预警 但他们就是不听 这五位分别来自于 湖北 福建 云南等地 通过社交软件相约 于1月30号自驾 从拉萨出发 2月2号晚上8点多钟 徐某等人在下 卓马拉山亚口之后迷路 于是向阿里地区 普兰县管局求助 这个时候 普兰县境内风雪不止 暴风雪橙色预警将至 当地警方一共出动了 118人 9匹马 24辆车 前后分5次 前往被困区域救援 2月3日 晚5点左右 救援民府警到达 将其中3个人 下车到安全地区 这三位除了出现 手脚动伤之外 其他身体指标 还算正常 但是不幸的是 被困人员 叶某 徐某 因为被困在 海拔高 地势险峻的地方 身体长时间处在 极端寒冷 极度缺氧的条件下 又没有能量补给 在下车的过程当中 失去生命体征 据了解 钢人波旗 海拔高度超过5000米 空气非常的稀薄 氧气含量较少 尤其是冬季时 这里的气温更低 并时不时的 会出现暴风雪 即便是当地的居民 也不敢在冬季转山 比如说 旅有遇险的 卓马拉山亚口 地处 钢人波旗 北侧 山顶海拔 是5700米左右 地势非常的险峻 常年积雪 时有大风 如此恶劣的环境 对人类的身体素质 和装备考验极大 如果装备不起 补给不足 很容易就失温 2月3号那天 受降雪的影响 气温降至零下24度 积雪厚度 已经达到了50厘米以上 部分路段积雪 甚至达到了80厘米 可见度不足5米 在漫天的大雪 和呼啸的狂风之下 救援难度也是可想而知 救援团队当中 也有不少人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冻伤和高原反应 救援被困人员的同时 其实这些救援人员 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这次的冬季转山行为 代价无疑是惨痛的 好在众多的民警和救援人员 不畏检阻 才在万分危急的时刻 拯救了三条人命 冒险和刺激 在很多人看来 是一件很酷的事 是写进人类基因的本能 然而但这个前提是 敬畏自然 充分准备 正确地评估自己 莽撞不是勇敢 当你决定按下快进键时 请先学会按暂停键吧 是啊 看不见的危险是随处可见 看似天灾 实为人祸 说近日呢 在海南省万宁市乌场码头 有一辆游艇出海之后 发生了侧翻 船上游客坠入海中 两人死亡 而这个乌场码头之前 是当地渔港码头 那目前相关的旅游开发 仍然在进行当中 尚未完全开放 游艇租借 其实也是需要取得 相关的运营资质的 但是有部分人 还是没有取得资质 就带人出海了 不守规矩酿惨货 刚才说的这两件事 其实都挺人心塞的 再次给大家伙提个醒吧 出门游玩 要风景 要炫酷 更要稳稳当当的 敬畏自然 敬畏生命 每一段旅途 才会有意义 说当地时间8号 哥伦比亚中部 里萨拉尔达省 多斯克布拉达斯市 因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 截至目前已经造成 至少14人死亡 35人受伤 另有一人失踪 事发之后 里萨拉尔达省消防河 救灾部门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 事发地周边地区 也派出救援力量 说当地时间8号 加拿大首都沃泰华的 卡车抗议活动 进入第11天 数百辆卡车 仍然占据交通要道 严重影响了 当地居民生活 近来 此类抗议活动 在加拿大全国多地爆发 并且逐渐从 单纯反对防疫措施 演变为 对特鲁多政府的抨击 说日本政府8号指示 福岛县暂停上市销售鱼 该县近海捕获的许氏品油 原因是这种海鱼被检测出 所含放射性色活度 达到每千克 1400贝克勒尔 远远超过了 每千克 100贝克勒尔的 日本食品卫生标准 该海域的许氏品油 在去年2月和4月 曾经出现 放射性物质超标的情况 一度被暂停上市销售 但是在去年12月 取消停售限制 说近年来 以色列摄影师丹尼尔·契奇格 一直在关注当地的 海岸侵蚀现象 并且用镜头 记录下震撼人心的画面 为了呈现 最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 契奇格往往挑战 自己的极限 在悬崖抖壁上 用8x10大画幅的相机拍摄 丹尼尔·契奇格 还曾经拍摄过一部 有关于以色列海岸侵蚀的 纪录片 呼吁人们更多地 关注这一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晚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做手 说今见腰 想去哪儿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臂阻 散风寒 除湿臂 除臂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凤湿 老骨痛 换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互动新主播 热榜五来书 说最近呢 商丘一萌娃 家里老人办生日宴 作为小主人呢 是宝宝忙前忙后 方方面面安排的是 相当到位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看 大爷爷进去 大爷爷进去 看看这小宝啊 真是社交能手 而且礼业到位 说到压岁前呢 看人家脱帽磕头形 那里 好孩子呀 就看这能力 叔叔觉得你将来 指定能成大事 说教育部8号发布 2022年工作要点 共涉及六大类 35个要点 包括全面落实 免事就进入学 全覆盖和公民同招 指导各地完善 学校画片政策 说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进行 冬奥会吉祥物 冰敦敦受到了热捧 但是却有个别人 打起了歪主意 在指定销售网点等地 高价倒卖非法牟利 扰乱正常购买秩序 对此警方迅速调查 予以严厉打击 目前查获三名违法行为人 均以依法做出行政处罚 说国家统计局 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 截至2021年年底 中国灵活就业人员 已经达到了两亿人 其中从事主播 及其相关从业人员 160多万人 较2020年增加近三倍 视频制作 网络主播 文案携手等线上工作 成为当下年轻人的 就业新选择 说国家统计局 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根据初步测算结果 2021年 我国全社会研究 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达到27864亿元 比上年增长14.2% 增速比上年加快了 4.0个百分点 延续了13五以来 两位数的增长态势 按不变价计算 研发投入增长9.4% 高于十四五规划 提出的年均增长 不低于7%的预期目标 实现良好开局 新年好呀 新年好呀 简成猪 你新年好 没有热烤 没有负荡 健康健康 葛洪药膏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台桂龙药膏 药当仙 十万群山 一瓶好药膏 这里是广西的十万群山 也是葛洪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 葛洪药膏所用的药材 大多采自广西十万群山 地道野生 葛洪药膏只相信 药材好 才有好疗效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试一试 心悸气短 失眠多梦 尿频 十种常见病症 葛洪牌桂龙药膏 值得 值得试一试 擅作魂 这是一瓶好药膏 传承好 在近代 高方应迹情独到 熬制讲究 得到名医葛洪的 重视和发扬 到明清 高方应善滋补 重调养 口感佳 备受宫廷喜爱 和御医推崇 葛洪药膏 是对两千年 高方文化的延续与传承 这是一瓶好药膏 药材好 葛洪药膏 采寻广西十万群山的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膏 滴水成珠 入口即化 这是一瓶好药膏 调气穴 养筋骨 有效治疗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 桂龙药膏 一安宁丸 史创于香港 传承三个世纪 精选道地名贵药材 荣获国家专利保护 一百三十余年 专心做好药 治疗胸闷 气短 失眠 乏力等症状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我的腰腿 我要做主 输筋建腰 好 想去哪 挺起腰 咱抬腿就走 这一旦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就怕走不了 动不了 痛啊 用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 引发的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建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风湿 泪风湿 中医叫臂症 风寒湿血藏在关节 激旧成臂 肿胀疼疼痛 反反复复 治疗风湿 泪风湿 要开阻除臂 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打开关节壁阻 散风寒 除湿壁 除臂 止痛 风湿 泪风湿 老风湿 老骨痛 换用曹清华牌 一心除湿 止痛胶囊 说对象 欢迎回来 今天的后头话题 是说说你的压碎钱 都去哪了 我们来看看 网友们的留言 这位叫做 济世论世说了 妈妈先帮你存起来 长大之后一起给你 结果存着存着 就不知道为什么没了 后面是接了三个 泪奔的表情 看起来是真的 非常的悲痛 世思思说了 我过年得了五千六 我妈非要说她来保管 说长大了再给我 然后呢 长大之后 我叫她给我 她说 都用来给你买衣服 交学费 全部都花光了 说的也倒是 还有道理 只是和手绘的 街坡肉说了 我一个红包拿了六百 我爸爸说 这些钱要给她 她要拿去交补习费 哎呀 钱都是从自己兜里出去的 花商说了 别人的妈妈呢 说把钱存起来 实际上都花了 而我的妈妈 只是把我的钱入了保险 我的妈妈呢 虽然不是最好的 但是对我来说 她